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股評 這次收視時間節目會做到4.3 有半小時的全版本時間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可以留言在Facebook和YouTube上 今天市場非常好 恆指臨近美市在2萬8186點 升319點 今天非常好的走勢就是高開高走 今天一開已經在早前阻力位置2萬8000點以上 高開後還繼續高走 其實上正在午後是比較走勢差跌又升轉跌的情況 因為今天一度衝高 上正一度高見31036點 但最後站不穩 收報3105點 跌2點 升轉跌有一個很長的上映線 走勢不是太理想 至於一些在前頂位置31039點 這些位置暫時都比較受制 未突破到的 未正式可以站穩在31039點的位置 所以我想一些比較和上正相關的 比如華夏護心和券商股6030等等 所以都出現一個衝高再陰燭的情況 而且都已經接近一個區間的頂部 其實大約差不多是 所以都會有少少擔心 會不會是會要回的情況 但是你見到上正仍然站穩在3000點 你說真的回又未回得很緊要住 我覺得就算是短炒 譬如券商股 仍然都可以先觀望一下 今天中午就說 似乎券商這些雖然都強勢 但比較是一個短炒一陣 所以真的回得挺多 但是都還可以觀望多一陣 如果是就算短炒的朋友都 至於看回現在的成交額榜上面 今天的大市就這麼好 升成300多點 看見一定是一些大盤股 表現就很好 騰訊升1.9% 保持384.2% 亞里213% 兩隻都是破頂的 美團剛才是一個逆市跌 但是稍為臨近美市都繼續做好 騰訊、亞里其實兩隻都不用多說 看到一開 騰訊來說 一開已經開在早前 開市沒多久 已經去中午的時候 已經突破了380元 現在已經384元 其實距離 今早說的前頂397.8 很接近 至於亞里更厲害 亞里其實就是一個破頂格 已經去到213.2 如果你說看回美股的亞里 其實也是在創歷史新高 所以是一個整個股票 雖然它就說美股亞里 年初都升了 它剛剛上市的時候 已經說美股亞里 已經升了四成 但是始終現在仍然是很受到追捧 仍然都繼續破頂 都可以 不需要再股頂 就算無論是短 雖然大家常說 你比較適宜是中長線 但無論你短抄還是長渣 其實現在 都還可以繼續保持 就不需要股頂 另外其他一些強勢的股 今天實在是太多強勢的板塊 或者過股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哪一隻 都可以留言 如果你說今天的成家榜上面 最強勢一定是一隻融創 融創又創了歷史新高 現在升6.4% 佈46.9% 其實內房有幾隻都很厲害 雖然我經常說內房 很多永續債問題 會不會有一天要爆呢 但我都會覺得大家想有興趣 所以短炒的都仍然可以繼續炒 因為大家常常擔心枝爆問題 說了很多年都未爆 大家記住這些隱憂 但始終繼續做好的時候 就不需要太早去思考 只需要有一個危機感 內房方面 除了近日的一些人民幣有升 一些內房銷售數據也好之外 內房本身也有相關的政策利好的 國務院的辦公廳 引了一個 促進勞動和人財社會流動性的通知 要求各地區結合一個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提出了一個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落戶限制 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的落戶條件 即是一些戶籍放鬆 但照這樣看似乎是一些二、三線城市會比較受惠 但是戶籍的放寬是否真的可以影響到 我覺得算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但是否真的非常大的刺激 我覺得未必會說真的那麼重要 因為始終你物業這樣 都是會比較看地區 就算你放寬了一些二、三線容易些人口流入 但是大家可能仍然會追捧一些一線城市的地方的物業 不過始終一些內房股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例如見到有幾隻都創新高 剛剛開出來的這隻1918融創 都是創歷史新高 剛剛突破了 如果你說計前上星期是橫行的話 這個區間頂就是44.6 今天也是剛剛突破了 如果就算要追入的最短線 都可以用這個位置做一個最短線的指示 因為雖然其實有些近的 很容易出入太快 但是如果這些比較大波幅的時候 我就覺得安全少少好些 另外潤地也是的 華雲置地 早前創歷史新高 但當然剛剛也回了一陣 我覺得反而會選擇潤地 比較容易做到的 找到指示位 可以定是36.6 36.6 如果真的要選擇 我都會選擇這些 比較大 36.6 就是它當時調整到這個位置 就有支持 現在是38.05 不過我又未必會覺得選擇現在追入 因為很接近一個的前頂 38.05 其實雖然都有望衝破 但是我覺得都可以等一等 稍微等少少等它再衝破 才追入 都未遲 也不會差太多 因為今天就 今天就 看看有沒有機會 剩下幾分鐘 今天未必 但是今天不行 可能稍後都很快會有機會可以 另外還有 華潤置地不是剛剛創歷史新高 就是十多天左右前 前幾天 至於今天還有創新高 還有是龍湖 龍湖960 也是創歷史新高 前歷史高位是35.4 現在已經是36.05 也是很厲害 幾隻內房都是 還有813 813 也是 世貿房地產 不過它就 在高位陰了下來 其實813是很厲害的 它還要是 最近突破了2007年的前歷史頂 因為它整個走勢圖 是 開頭 2007年的時候 之後就下了 現在就衝破了這些 十多年前的前歷史高位 其實走勢很好 不過它相對上 它的升勢比較收斂 但是它是由8月一直升到現在 今天就有點陰棕 比較差一點點 但其實仍然都是在一個 升勢之中 還有都是近期創歷史新高 還有美的事業 但美的事業又是由高開之後低走 所以變了暫時 如果這一方面來說 走勢就沒有那麼好 如果今天來說 純耳技術走勢 相對上 1109華人置地 就是容易點 可以找到一個 支持位 就是剛剛說 調整過的這個位置 還有 華人置地 早前 如果相對上 早前 已經創完一次新高之後 就配過一次股 這些配股音買 都已經消化了 甚至創新高 都是一個強力的表現 就算早前那麼差的配股消息 都未有 令到它受壓了不久 就已經可以再上 另外一個承壓榜上移動的 就是安達 安達現在跌4.7% 佈70.5毫半 不知道大家會否有貨 有貨的話 其實這個板塊 70.5毫半 就是站了 穿了那個70.7 就是之前調整過的 站過下的位置 亦都再穿了 所以都有一個回落的危險 其實這個板塊 整個板塊 都是有個炒高原一浪 早前已經 現在都出現調整 2331.0也都是 現在是23.7 23.7 剛剛也穿了 這裡曾經站過 看看會不會收市 可以站穩 因為其實都是很好邊緣的位置 但是都是危險的 另外還有3998波斯登 也是 雖然現在冬天 但是波斯登的股價都是要跌的 跌得挺重要 又是一路不停穿下去 所以這個整個板塊 暫時我覺得 就算 有興趣 都暫時不好入住了 因為他們 整個板塊都炒高原 早前已經 現在都出現調整 另外 我記得今天中午 都有朋友問過 1810小米 小米 其實走勢又非常之好 就說他去到10.24 這個位置站穩了 所以如果現在再加入 或者加貨 就可以用10.24 來做止蝕 小米剛剛就開始出他的新機 新機很便宜 還有5G機 但是看到現在市面上傳 它的功能很好 這個小米10 快速充電達到66W 充滿它的機 35分鐘已經充滿 看來性能暫時便宜 雖然我當然繼續看好蘋果 再不然都是華為 小米相對上 比較廉價市場 毛利率都比較低 不過股價始終因為都低了一段時間 現在都不錯 已經是10.7.8 就快收市了 這個10.6.8的前頂 預計都會站穩 所以有貨 都可以繼續保持 甚至如果 因為早前回落 如果早前炒上來 現在應該都走了 走完之後再進 都是一個不錯的短線策略 因為小米而言 我就不敢看太長線 短炒 短炒 可以隨著它的走勢 動得快一點 另外今天 如果手機板快的話 981中心 也有一個突破 不是歷斯頂 但是都是創了一個近期的新高 因為它早前去到11.4.2 這些位置 暫時就未突破到 11.4.2 就是前收市位 今天就是一個高開高走的走勢 雖然有上市過12元 但是站不穩 現在就在11.8.4 雖然它沒有上得到12元 但是我覺得都OK 如果你說怕升了那麼久 怕高追 都可以用最近的一個 今天開始位11.7例 考慮 就是一個最近價格的止蝕位置 就是最短炒的做法 就是 上網的話 就可以看回 就遙遠一點 有一個就是14.36 就是17年11月的 就是一個前頂 上網可以看14.36 現在距離這個位置 就是有兩成多左右 都OK的 就是這個暫時上網的位置 現在就進入了競價樹段 恆指報28202點 升337點 暫時成交有704億 暫時在這個位置都不錯 預計競價完之後 應該都差不多位了吧 預計競價都不會競低了200點 應該都是 今天可以站穩在28000點以上收市 大家可以繼續留言 一會兒回來 看看大家想看哪些個股 好 回來節目時間 這一節就開始看大家的留言 我看到Amy就說 1847 現價可不可以入 雲南見頭 雲營圖 其實它就在 開頭上市第一天的價 無論開市或收市價 都在2.66 現在其實還未上到水面 早前就彈兩彈 彈到2.54 這些位置已經2.66 都上不了 莫說是在水面 所以現在你看到 它是比較 整體的走勢 比較容易跌難升的走勢 所以如果未入 暫時就不要入 如果你說一些近期 都很多不同的 本身股都有不錯的選擇 當然 都是比較 短線一點 其實如果你說一些 彈得厲害的本身股 例如今天升得厲害的 就有6193 泰林科健 就升3% 但是始終這個 亦都是比較波幅大 要看看自己可不可以 就看得那麼緊 那麼貼士 還有1921 達力譜 亦都是今天都升4% 但是它的排盤 其實都比較疏落 當然都有很多不錯的 可以看的選擇 我們就看看其他觀眾 有看哪些個股 Iris就看743 其實水泥板塊 整個板塊都一直看好 Iris就說 終於回家鄉 後市怎樣看呢 它就11.4有貨 現價11.58 今天呢 其實是再突破了 早前一個前頂 11.3 你看到 已經整個底就做了 這裏不是9元 10 是是是 9元 你看到它早前 都升得很厲害 然後 也有七八月的時候 都回得很厲害 一個月 它就落到9元的位置 落到這裏 暫時已經做了底 而呢 再橫行橫行下 慢慢又彈一下彈一下 當然有時就彈不到 因為呢 可能都是上方比較多貨貨 但是呢 現在來到這個時候 就已經又再衝破了一個 一個前頂 所以呢 你現在回家鄉之後 就拿著它 暫時不要放著 萬一它就開始回 都要走 但是呢 其實走勢都不錯 你看到整個板塊都有行程 的時候呢 今天它都起動了 所以呢 現在就可以繼續保持它 先啦 你說真的呢 如果要混合呢 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要做得太多的動作 其實保持它都OK 但是呢 其實現在呢 一個突破追入的情況 其實都是甚至可以考慮買的 所以就有貨就繼續保持 整個板塊都是很有行程的 特別今天 今天出了一些水泥方面的好數據 大家在憧憬著 明年會不會更加多的專項債 都理好基建 你看到整個板塊都做好了 914海螺 今天就升3.9% 報56元 不過呢 其實還在競價當中 1313環溶水泥 升得少一點 今天就升1.6% 報9.68 3323中國建材都是升3% 整體整個行業 今天都走勢很好 整個水泥板塊都可以繼續看好 然後呢 2628 2628就是RangWangC 就是21元有貨 可以上網多少呢 現價21.4升0.9% 走勢上 其實國壽的業績 在保險股來說 就算是非常之好 特別它本身已經是一個龍頭 如果上網的話 現在21.4 其實就很近已經是前頂 12月13號 這裡是21.6 先突破這個位置 因為呢 近期呢 雖然彈到高位 又站住了 但是呢 又不是很有行程 而且這裡是21.5 21.6 這些位置 都是一個阻力 希望可以突破這裡 有貨的 當然也可以繼續保持 6030 Emilio在看 今天陰燭 是不是向下 向下支持位 16.5 現價就16.86 16.5 你是說 哦 就是 早前的前頂 今天呢 其實就 沒有去碰到那個位 但是早前 其實之前有的 16.6 所以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支持位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想是有貨 是不是 Emilio是否有貨 6030 如果沒有呢 其實無論有貨還是沒有貨 現在我覺得 可以繼續保持 如果你真的要買 現在16.86 你可以有個 其實你說是否現在很強勢 會起浪 暫時就見不到的 但是它好就好在 站正在一個早前的支持位 其實你看回 上證也是的 上證 現在就收了在3,005點 即是很近那3,000點的位置 可以容易一點 可以找到近支持位 即那個止蝕 那裏就可以有個近駕的止蝕位 那這個好處就是 但是就 我覺得 都會有其他吸引一點的東西 當然 如果你是有貨的 現在都可以繼續保持 939和工商銀行1398現價可不可以入 939如果你是一個長線收息 其實都可以考慮 如果建行的話 其實都算是一個 整條線滑出來 其實都是一個星星當中 甚至乎 其實它11月的高位就是6.56 亦都是突破了 如果你是長線的 那你就不要嫌它說慢 因為 就有人問我 中銀為何這麼慢 為何別人的市場這麼升 它又不是怎麼動 那內銀就比較慢 所以939相對上 已經是增長得比中銀好 至於1398的話 工商銀行走勢上 其實亦都是突破了 11月的高位5.9 但我覺得如果銀行股 你應該不是炒的話 那我就寧願在一些 即是見它便宜的時候買 這樣就會比較好一點 就好過見升追入 因為你未必會短炒 其實就是內銀的話 然後就是874 874白雲山 Irene就說 為何874升這麼多 那若股是否有消息呢 其實若股又不是有些 最近不是有很大的消息 但在23號 中金也有發了一個內地的報告 報告就說內地的注射 即是審評提出 第三輪的集裁政策 近期就有望去正式落地 那算是一個 即是那個醫保局 當時的那些 進一步做好國家組織 藥品集中採購的 那個中損藥品的 配備工作的通知 但是這個 早前就說 開始有這個醫保目錄的時候 其實是令到整個 整個藥股 很多隻都受壓 但是你說究竟 白雲山來說 是否真的說 有這樣的影響呢 其實它本身就是整個 整個板塊 早前在那些醫保目錄的時候 就跌了 所以現在 都跌穩之後 就開始回升了 所以874 都是和874 本身 特別是一個比較沉底的股份 所以現在就開始上回來 我見到Irene就說 24.6有幣的 可以上網什麼位 那恭喜你了 現在就25個幣的 上網上網 就去到這個 11月時候 一個前頂就是26.6毫半 不過留意 因為股份都沉了這麼久 上方比較多蟹貨 但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其實它這麼久 都沒試過站穩50天線 看看先 由7月開始 不是 基本上由5月開始 近半年 都沒試過從上50天線 所以其實如果你現在 這個價位馬入 算是不錯的 因為基本上 我想它的股價都跌得低殘了 跌得這麼低殘 都開始又望見底 都有很多資金去撩一下它 那就撩回上來 所以現在挺好的 都可以繼續繼續 暫時最近上網了26.6毫半 基本上我想都不止了 可以看看27 左右 就是10至11月 當時一個橫行區間的頂部 然後看看388 388 還有253元有貨 Van Wings 說上網看多少 現在就256.8毫半 早前就說看它那個 255元 那一路那個破位是255元 但是呢 見到平安夜那天 其實是穿一穿的 它自從突破了之後 其實一直都站穩 平安夜穿一穿 但是穿一穿之後 都很快上回來 那天穿一穿 其實都不排除 因為本身那天的成交 都比較小 所以現在呢 其實走勢都還OK 因為其實今天 看到今天這麼大成交量 其實它馬上回 企運255元 所以暫時 最短線近期的一個 近期最高的橫行頂 就是257.8 但這個位置其實跟現在很近 我想呢 如果站穩255元的話 其實可以再看高一線 其實基本上可以看到 280元左右 但未必是現在的 那麽短線可以很快 這樣可以去到 當然要慢慢地震震震震震 因為看到其實 其實港交所 看到很多公司都來上市 即是繼亞里 在美國回來上市之後 全京東都有機會來香港上市 所以其實都陸陸續續 很多公司 無論是新上市的集資公司 或者是一些在美國上市的 來地企業 都會有興趣來港上市 見到港交所的吸引率 仍然是很大的 不過近期當然都是比較 橫行一些 未至於升到很急 其實你說它升得最快的那期 就是它收購輪交所失敗之後 但是又有壓力上市 這些這樣的刺激 令到它那時就升得快一點 接著就見到一隻1668的Eleaner 說現價可不可以買 華南城其實就比較冷滿少少 其實它走勢上就比較少 其實今天都不夠5000萬的成交 現在雖然突破了11月至10月的高位 就是9毫半 你不如看看明天 如果不會回去再說 今天就有消息 就說和萬達訂立了一個 業務合作協議 在深圳華南城打造全新的一個萬達廣場 合作經營20年 面積有30.5萬平方米 2020年啟動的一個項目 如果你說是不是這麼利好呢 今天又不是說升得很多 都是升5% 不如看看明天是否可以繼續站穩 今天突破完明天站穩 都可以考慮 但我還是覺得它是一個比較沉底的股份 算是剛剛站穩50天線 又有消息帶動一下 明天站穩9毫半才再考慮 但我覺得有其他更吸引的東西 我未必會選擇它 甚至如果看好內地發展 其實你內房 都有很多隻破頂的選擇 好 現在就收市了 竟的時段完成了 恆生指數收報28,225點 升361點 成家榜上升得最多 就是融創升5% 另外就是中芯升3% 暫時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今天就是星期五 接下來有週末 星期六日又放假 接著就是星期一、三十日回來 再跟大家看市 拜拜